河南安阳市因疫情封城 王当倡议在纽约筹建六次纪念馆 朝鲜一再施射飞弹 中国与俄罗斯事实上结盟对抗西方 大家好 今天言归正传大新闻将为您带来四个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 奥密克戎案例增 河南安阳市宣布封城 1月10日 中国河南安阳市宣布封城 暂停人员流动 配合全员核酸检测 全市所有机动车员则上不得上路行驶 全市生产经营单位暂停 这是中国此波本土疫情 即西安等城市宣布封城后 最新一个必须封城 以关减疫情的城市 根据中国官媒报道 安阳从1月10日0时到11日8时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8例 这个封城的决定是在安阳10日确认了两例 奥密克戎之后宣布 据信者与8日在天津市发现的 中国首两例奥密克戎病例有关 西安和宇州出现的则是德尔塔病毒 没有报告任何奥密克戎的病例 西安大约有2000人被感染 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疫情 北京也因此封锁了当地1300万军民 宇州则封锁了110万人 目前还不清楚有550万军民的安阳市 会因为奥密克戎封锁多久 另外随着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 中国也出现冬奥会期间 北京会否封城的讨论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副部长 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 黄春11日对此向媒体表示 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措施 还是按照原有措施 按照防疫手册来实施 中国强硬的封城措施及清零政策 一直受到很多讨论 虽然其结果的确大幅度阻挡了 当地本土疫情的传播 但随着全球疫情迈入第三年 外界担心中国持续实施的严格防疫措施 将对民生经济带来难以复合的影响 第二个新闻事件 八九民运人士王丹倡议在纽约筹建六四纪念馆 1989年天安门事件民运领袖王丹 1月10日发布一份倡议书 提出在纽约泽地建立永久性的六四纪念馆 我们认为 不管你如何看待和评价那段历史 每一个国民至少都应当有权利了解那段历史 王丹在该声明中表示 他呼吁人们通过捐款等方式支持这一项目 所有希望坚守这份历史记忆的朋友 能够共同参与这个历史工程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各尽所能 共襄证据 王丹在声明中说 他表示已经和其他倡议人组成筹备委员会和工作小组 并在周一与部分成员一起在美国举行了线上记者会 香港曾经是中国几乎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天安盟事件 及举办相关活动的地方 2012年在香港设立了六四纪念馆 展出民间搜集的天安盟事件 资料和物品包括照片 当时声援者使用过的衣服以及签名 图书等 该纪念馆一度 由于法律和行政方面的争议而闭馆 搬迁和重开香港国安法实施后 该纪念馆最终于2021年9月 随着主办机构支联会被控涉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封馆 成立超过30年的支联会议最终解散 王丹声称 筹建纽约六四纪念馆 不仅是对抗集权行为 更是对历史负责的表现 第三个新闻事件 朝鲜一再施射飞弹 韩国军方和日本海岸警卫队指出 朝鲜周二11日发射了被认为 是弹道导弹的物体 这是不到一周内第二次类似行动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告诉记者 朝鲜继续发射导弹令人极其遗憾 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CS 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枚一自弹道导弹在当地早晨 7点27分左右从朝鲜内陆地区 向其东海岸发射 但没有说明飞了多远 共同是援引东京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称 该涉弹似乎落在了日本专属经济区EEZ之外 JCS的声明写道 韩国军方在韩国和美国的密切合作下 正在保持一种准备就去的姿态 同时密切监测相关趋势 为更多的发射做准备 也说 韩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正在进行详细分析 以获取更多信息 韩美针对朝鲜核武的谈判 自2019年以来停滞不前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誓言会继续加强军事力量 并宣称在1月5日试射高超音速导弹 但韩国军方官员对朝鲜的能力表示怀疑 说平壤现有弹道导弹的近瞻有限 美联者报道 朝鲜在新冠疫情下封锁国境 前与美国的核谈判陷入僵局下 持续展示其军事力量 朝鲜11日发射一次弹道导弹的前一天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与法国、阿尔兰、日本、英国和阿尔巴尼亚 才一起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朝鲜上周的导弹试验 第四个新闻事件 中国与俄罗斯事实上结盟对抗西方 中国及东亚战略和国际问题专家顾德明 1月11日在世界报刊登的分析文章指出 中俄结盟的可能性常常被低估 自从美国政府执行前 奥巴马政府开始的 把军事重心向亚太转移的承诺 让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美国受到当地盟友和担忧中国 侵略地区伙伴国家的支持 正如西方在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后 对俄罗斯的制裁 让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更加依赖北京一样 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可能会担心外交 孤立加剧引发的风险而靠近俄罗斯 俄罗斯近期腾兵乌克兰边境后 俄罗斯于去年12月中旬向美国通报了其要求和安全保证清单 普京正在与习近平举行了虚拟会议 双方都表现出相互的支持 中方声明指出 俄罗斯将是中国在涉台问题上立场的最坚决捍卫者 反对任何亚太地区的小团体 也就是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联盟 以及印太四方联盟 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 俄罗斯发言人表示 习近平支持普京努力从西方获得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证 普京战略策略的考量是在俄罗斯的 世界强国影响力走下坡到完全出局之前 他认为在适当的时候 依靠中国与中国互相支持的双边军事合作 这是中俄事实上的联盟 从长远来看 中国可以指望俄罗斯加强其军事压力 而俄罗斯因此会在中国的眼中成为更有用的盟友 但这会让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更加孤立 也会让俄罗斯更依赖中国 而如果西方在欧洲危机上显示出软弱 美国向东亚各国的承诺保证将进一步贬值 好了 今天的杨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